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一节 彭德怀元帅获罪毛泽东 1950年秋天 中共建政不久 就爆发了朝鲜战争 毛泽东秉承共产大家庭统领斯大林的圣旨 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 跟武装倒牙齿的美国佬决议雌雄 抗美援朝 派谁挂帅领兵 毛泽东原来属于心爱的大将 四野司令林彪元帅上阵 林彪却自知这场国际战争 凶多极少 美帝国主义又占尽了海空优势 廖南获胜 便称病六号 二野刘伯承 三野陈毅 他们二位要坐镇东南 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登陆台湾 一野贺龙 西南毁犯如毛 且正要进军西藏 何况毛氏对贺龙 陈毅二位一直心存戒备 井冈山时期 陈毅就在亡民一伙的支持下 出面读过毛泽东的兵权 贺龙则是周恩来的亲信 匪弃犹存 毛泽东倒是比林彪高明 他看准了 只要有军力物力雄厚的苏联老大哥坐后盾 只要美国佬不扔原子弹 就能打赢这场战争 因为地域优势在自己的一边 中国跟朝鲜只隔了一条鸭绿江 而美国佬跟朝鲜 则隔了一座浩瀚的太平洋 罗荣环 叶剑英从来只在参谋本部工作 而为独当一面的坐过站 最后 毛泽东选定了他的湘谈老乡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彭德怀忠心耿耿 功高望重 勇猛异常 足可号令三军 威慑敌人 彭德怀出身贫寒 自1928年领导平流暴动上井冈山起 便担任了中国共农红军的副总司令 他一生刚职不阿 只知领兵打仗 不知争权牟利 为中共第一功臣 忠臣 在毛泽东的军旅生活中的几次生死关头 都是这位副总司令救了他的性命 大陆民间早有彭老总四舅毛主席的传说 毛泽东自己也曾有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 敌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可是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 这位出生入死 只知报效 不知自卫的彭老总 却有三件事惹恼了伟大领袖 从而种下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挨披痘 被削为不一的祸根 一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950年跟随彭德怀复巢作战 官拜施政委 却在一次战斗中 被美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死 据称彭德怀未及时报告 毛泽东把丧子之痛加恨在彭德怀身上 数年之后的1959年7月23日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声色俱力地 批判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三面红旗的罪行时 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 始作俑者其无后呼 我无后呼 一个儿子被打死了 一个儿子疯掉了 无意中暴露出毛氏挟公报私的丑恶嘴脸 二是彭德怀硬闯进攻 1951年 美军于朝鲜半岛的人川登陆 截断了夜以进入南朝鲜的志愿军 前线兵团的退路 军情十万火急 彭德怀赶回北京搬兵 却逝世要由毛泽东本人批准 而毛泽东呢 又是晚上工作 娱乐 白天睡觉休息 任何人都不得干扰他这生活习惯 一天上午 彭老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住处 住室 毛于1949年进入中南海后 急于江青分居 毛住丰泽园 江青住静园 两处相距一百多米远 被卫士挡住 不得进入 彭老总心急火燎的在会客厅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仍不知主席何时才能起床 他实在等不及了 一把推开阻拦他的卫士 大步闯入毛的寝宫 却傻了眼 毛正搂着一个年轻女护士睡觉 彭德怀只得转过身去 让毛泽东和那美女穿好衣裤 但他就是不肯离开 因为一旦离开 毛泽东会拒绝接见他 天啊三个军的干部战士被截断在南朝鲜 美国人都快过鸭鲁江了 你却大白天抱着小女人睡觉 搞腐化 三世彭德怀下令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 1953年朝鲜战争打成了平手 谈判停战后 元朝志愿军陆续归国 其中由一批漂亮的女孩组成的志愿军歌舞团 回到北京后 竟然隶属于中央服务局 改称为中南海歌舞团 一批纯洁漂亮的姑娘 每天晚上陪伴毛泽东等人跳舞 有时跳一支曲子 毛泽东竟要换三个舞伴 当时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都家事正常 刘朱更是儿女绕夕 安享天伦之乐 周恩来虽然没有儿女 与邓颖超却是白头夫妻 恩爱不够 唯独毛泽东与江青各助一员 却仍然好色如故 歌舞团的女孩子 一个个轮番着攻他玩鱼 有的女孩子忍受不了凌辱 偷偷跑到他们的老首长 老司令员彭德怀家里哭鼻子 彭德怀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一怒之下 跑到毛的住处去责问 主席 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 都是我的部下 你要留作后宫吗 共产党也兴这个吗 随后 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名义 下令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 给女战士另行安排了工作 第十二节 毛泽东和儿媳 毛泽东说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无后乎 一个儿子被打死了 一个儿子疯掉了 毛泽东引用孔夫子的话 意思是说 倡导做坏事的人 是要没有后事的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段子 更没有绝孙 诅咒和迷信 原都是不会应验的 他跟杨开慧女士有三个儿子 暗英 暗青 暗龙 暗英 暗青与母亲杨开慧被枪决后 一度流落上海街头 据说暗青被人以铁器 击伤了脑袋 造成了终生的痴呆 兄弟俩后来被中共地下组织送去延安 后又被保送到苏联读书 小儿子暗龙则托商人寄养 后来失去联系 文革中有传说称 毛的接班人王洪文副主席 就是毛暗龙 是正宗的龙种 毛氏跟贺子珍女士生育过几个女儿 也都在长征途中失落了 只剩下一个女儿叫李敏 他跟江青女士只生育过一个女儿叫李乐 他疯了的儿子毛暗青有个后代 叫毛新宇 是个肥仔 据说体重超过了100公斤 至于毛泽东跟什么张玉凤 李玉凤 王玉凤等女士所生下的后四们 或称小红太阳们 一系非婚生子 连中共当局都不好意思承认 我们也不便一一列举了 毛泽东说自己绝了后 是太过悲观了 也不符合事实 两个女儿不算后代 太不尊重女性了 应当指出的是 在所有这些儿女中 毛泽东最得意 最器重的是长子暗英 暗英的长相 活脱脱就是青年时候的毛泽东 且勤奋好学 千功守礼 194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延安地区一度流传着毛泽东将他送到一个劳动模范家里去劳动锻炼 去读农业大学的佳话 其实他是留在了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 毛泽东决议把长子暗英栽培成栋梁之财 让他去京风雨见世面 并跟军队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谁要坐江山 谁就要掌握军队 1950年11月23日首批志愿军部队入朝作战 毛泽英被任命为一名高级将领 施政委 年仅29岁 由中央机要局一名普通干部 越过班牌联营团 一步登上了正师级军阶 若非龙子 谁能如此坐直升飞机 此处更正一下 毛泽英赴朝鲜作战时 担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 或许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 为人太过忠诚 办事太过认真 他没有把毛岸英留在司令部里重点保护 而是直接把他派到了火线 辜负了毛泽东的重托 但朝鲜半岛毕竟是炮火连天的战场 毛岸英赴朝参战 当时只有中共最高层少数几个人知道 不管怎么说 都是毛泽东的一桩一举 复朝前夕 毛泽东为儿子办了婚事 儿媳姓刘 年方17岁 是个高中生 并未达到当时中共规定的结婚法定年龄 这个儿媳小刘 父母均为中共老干部 早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就任他做了干女儿 常抱在膝上耍笑逗乐的 小刘从小就叫毛是爸爸爸爸的 十分温柔 公顺 毛岸英婚后数天就走了 据毛氏儿媳 后来撰文回忆 岸英是一天深夜走的 他已经睡下 岸英并没有告诉他是去朝鲜打仗 而是在他耳边轻轻说 要出一趟远差 或许很快回来 或许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回来 他会按时写信给他 让他不要记挂 岸英到了朝鲜之后 很快给他来了信 但一句也没有提到打仗的事 只说很想念他 记挂他 鼓励他好好念书 考上大学 而信都是由爸爸毛泽东转交的 没有封皮 也就没有地址 他的回信也由爸爸转记 可是过了几个月 岸英再也没有给他来信 他起了疑心 便去问爸爸 爸爸要他安心读书 岸英很好 接受了重要任务 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面对着天真浪漫 感情充沛的儿媳 毛泽东做到了面不改色 其实他心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岸英入朝不久 就在一次战斗中 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 竟是在事隔一个多月 于该次战役结束之后 才将毛岸英牺牲的噩耗 报告毛泽东 也因为毛岸英旁边的战友们 只知他是施政委 而不知他的真实身份 儿媳不时来向爸爸打听丈夫的消息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 蛮哄着自己的儿媳 但暗英为国捐躯的是 总要对儿媳做个交代 直到1952年底 朝鲜战局渐趋稳定 双方部队胶着在三八线上打坑道战 一天 毛泽东派人接来了 正在寄宿读高中的儿媳 他走进爸爸的书房一看 就觉得气氛不对 但见刘少奇和王光美阿姨 朱德和康克清阿姨 周恩来和邓颖超阿姨 李富春和蔡畅阿姨 还有董碧武爷爷 徐特丽爷爷 都是党中央的大领袖呀 只见爸爸和妈妈坐在大家中间 面色七楚 由周恩来总理出面 告诉他 暗英同志已经把自己宝贵的生命 献给了伟大的国际主义事业 他不相信 他扑到了爸爸的身上去 要丈夫 要暗英 把一般革命老同事都请来帮忙 安慰自己的儿媳 的确可以看出毛氏丧子之痛 以及他心理上承受着的巨大压力 此后数月 毛氏经常请儿媳来中南海 凤泽园吃饭 谈心 共同怀念 毛暗英 谈到伤心处 两人常抱在一起痛哭 以至江青看了十分刺眼气愤 江青则不同 暗英不是他亲生的 且平时他害怕的 也是这毛家长子 在许多家庭事务上 毛泽东又是最听长子的 如今对这儿媳 年轻的血肉之躯 从小被毛泽东搂抱 护摸惯了的 也有了大猜忌 于是他采取了防范性措施 通过市卫长 吊销了儿媳的中南海 特别出入证 倒是毛泽东时常记挂着儿媳 一天 毛氏忽然想起 许多日子未见到儿媳了 就派车去接了回来 疑问 原来是中南海东门警卫室 收走了儿媳的特别通行证 毛氏知道是江青干的 但毛氏已懒得为这件小事情 跟江青吵架怄气 反正江青在静园住着 平时也只在吃晚饭时才见上一面 便重新给儿媳安排了特别出入证 嘱咐今后不用去见江青 直接来见自己 原来男女间的事 越是有人监视 到越是有一种反叛心理 有一种神秘的刺激 相互间的愿望 也就越是强烈 1953年9月的一天 正值秋高气爽 毛氏又在丰泽园的书房里 跟自己的儿媳见面 儿媳成了他意图苦衷的人 不觉谈到家庭的不目 比起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诸位乐陶陶的家庭生活 天伦之乐 毛氏认定了自己的不幸 是个孤独的人 儿媳知道妈妈的厉害 早就全部身心都向着爸爸了 他们又谈起共同思念的人来 忍不住相抱着落泪很久 儿媳或许早就产生了错觉 自己搂抱着的人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丈夫 男人 他的欲望 他的心愿 就是要伺候自己的男人 伟大领袖自然也完成了人性的思辨 由爱子 转而爱儿媳 需要儿媳 相互的需要 相互的满足 相互的安慰 虾平 爱乌及乌 恰在这时 江青一头撞了进来 见了他们的模样 顿时打破了醋罐子 歇斯底里大发作 又哭又闹的 什么难听肮脏的话 都一股脑的骂了出来 第十三节 毛泽东怒斥梁树明 毛泽东英雄盖世 遇到家里寻死密活的江青 却总是束手无策 只会长嘘短叹 生嫩气 他的至高无上的名望地位 使得他处理家庭问题时 优柔寡断 患得患失 也就得过且过 跟江青闹离婚吗 党中央主席 国家主席闹离婚 毛泽东连想都不愿想了 他不能因此损害了自己在全党 全国 全军的冲高威信 可是 他心里毕竟憋着窝囊气 于是 他不自觉地把一枪 从江青那儿得到的邪恶之气 发泄到家庭外边来 发泄到公务场所来 这就是江青污他爬灰 斩走了心爱的儿媳之后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会上 讨论农业问题时 不顾身份 不成体统的 以乡村泼妇骂街市的恶俗言辞 破口大骂他的老友 梁树明先生的由来 梁树明先生与毛泽东同龄 1893年 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乡世家 祖籍广西桂林 元祖却是元代迁入关内的蒙古人 此处补充一点 梁树明先生 有中国最后一代大儒之称 其先祖为元氏祖忽必烈的第五子 云南王忽歌赤 1918年 25岁的梁树明 以一篇《揪缘决一论》 名满精华 被蔡元培先生 聘任为北大哲学系讲师 而25岁的毛泽东 却自认怀才不遇 衣食无拙 靠了杨怀中教授的关系 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谋得个月薪八元的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 入不敷出 便经常投诉于杨怀中教授的家里 梁树明常到杨怀中家中高谈阔论 给他开门或关门的无名之辈 就是今天的毛泽东 梁树明自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后来梁树明去到山东半岛的焦东半岛上 搞乡村改革试验 大获成功 更使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学者 可是时隔20年之后的1938年 毛泽东造反有成 做了称雄一方的中共最高领袖 把他武装割据的闪甘宁边区 变成了模范边区 引得梁树明先生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前来考察 二人再度见面 一个是政党领袖 一个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 今非昔比了 但毛泽东表现出李贤明氏的风范 在延安留克三日讨教中国农村问题 毛氏依据马列理论 认定解决农村问题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 打倒地主 平分土地 梁氏认为 治重病 不能用猛药 只有逐步推行经济变革 振兴乡村教育 活跃乡村经济 提高乡民文化素质 才是改造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唯一途径 两人各书己见 激烈辩论 通宵达旦 谁也没有说服谁 两人倒是约定 日后根据社会发展的事实 再来做结论 1949年 大陆政权一手 梁树明先生自认与毛泽东有交情 留了下来迎接新政权 毛泽东地业心机 对于社会贤达 学者名流的梁树明 表示了许多关爱 安排梁氏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替梁氏全家在共和国内 找了个清静住处 再又派梁树明去四川省参加土改 这一切自然都是毛泽东的赏赐 梁树明从四川土改回京后 每隔一两个月 毛氏总要派车 接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聊天 真是黄恩浩荡 礼遇非凡了 可是梁树明先生却长有傲骨 对毛氏的龙恩 不感激涕零 不歌功颂德 反而委员照当 房子照住 俸禄照领 请犯照吃 意见照提 一句话 不实抬举 毛泽东看在眼里 恨在心头 终于在1953年9月的一次 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主持 毛泽东亲自出席的工作讨论会上 爆发了出来 梁树明先生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点名发言 对中央的农村政策 特别是梁氏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批评意见 毛泽东本来因江青胡闹心情很烦 梁氏发言更使他觉得刺耳 毛氏几次示意主持会议的高岗 打断梁氏的发言 其实毛泽东身为器重高岗 意在以高岗来制衡他的宿敌 广结善缘的周恩来 高岗本已限定梁氏的发言时间 但梁氏口若悬河不肯住嘴 高岗一权仗势 竟责令梁氏退出会场 梁氏并不把高岗放在眼里 而是直冲着主持者毛泽东说 主席既是请人来开会 让提意见 您就应当有点哑量 允许我把话讲完吧 毛泽东一听就光火了 当即斥责道 梁树明先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 描得一团漆黑 说得一无是处 就算我有这个哑量 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 有没有这个哑量 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 咄咄逼人了 梁树明先生却仍不识相 竟当众鼎撞说 主席三军可以夺帅 皮肤不可夺制 整个会场的气氛 一下子紧张的使人喘不过气来 但见毛泽东眉头都打成了死结 眼珠鼓了起来 脸色煞白 不紧不慢的站直了高大的身子 现在我提议做一次表决 同意梁树明先生继续发言的 请举手 整个会场上只有毛泽东本人高高的举起了一只手 谁都知道这是怎样一只手 其他的人 刘少奇 朱德 高岗 宋庆龄 张兰 李继深等副主席 以及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 董碧武 李富春等等 都鸭雀无声的 谁敢像毛泽东一样举起自己的手 接下来 赵立是毛泽东的极其讲话 声色俱利 披头盖脸 梁树明先生被好一顿臭骂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 梁树明是用笔杆子杀人 伪装最巧妙 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树明反动透顶 他就是不承认 他说他美得很 你梁树明的功在哪里 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 一点也没有 一毫也没有 而你却把自己描绘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 比西施还美 比王昭君还美 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树明这个人不可信任 修悟之心 人皆有之 人不害羞 事情就难办了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 有谁相信呢 班门弄斧 梁树明是野心家 是伪君子 他不问政治是假的 不想做官是假的 为什么他又能够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 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 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 还有一点欺骗人的作用 他就是凭这个骗的资格 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 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 你究竟有没有骨气 你跟韩富举 陈布雷 陈立夫 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 向大家交代交代吗 傅作义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 你梁树明的功在哪里 毛泽东龙眼大怒 破口大骂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直到他骂皮骂卷了为止 他的这篇《泼皮骂街》之作 后来被华国锋的党中央整理成文 收入在1977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 梁树明先生呢 毛泽东倒是把他当作反面教员 资产经济知识分子的代表 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一职 受尽非人的凌辱磨难 文革中更是全家被扫地出门 藏书被全部焚毁 这位中国当代的大儒 不屈不挠的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直至1988年6月在北京病逝 享年95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